日本的同行啊 曾田雅芝 他发的这个言呢 我听着呢 像是在给中国人民再上课 你要是给中国人民要当老师要上课呢 日本呢还真不具有这个资格 日本朋友把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啊 这个问题的癥结啊 基本上我刚才听了全部对准中国 确实是我是这个有点无言以对啊 我们众所周知啊 中日之间的这个近代以来的这个历史啊 日本呢 不仅侵略中国大陆殖民 侵占台湾长达五十年之久 那么虽然后来战败了 失败了退回去了 但是呢 这个曾田雅芝先生今天的发言 让我感觉呢 日本又要重温过去的美梦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 这个大东亚共荣圈 这个美梦在日本人心中啊 在酝酿 而且呢还付诸行动 你看他就讲了日本呢 这个近两届政府的一系列的规划 在利用当前呢 中美之间的大国的博弈 日本觉得机会难得 要利用这个机会啊 要有所行动 并且呢 还对台湾问题啊 指手画脚 这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问题啊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 今天上午呢 张又霞副主席啊 也专门讲到了 台湾问题 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智慧 一旦出现要分裂中国的这种态势 中国不会客气的